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一下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王PC有報警》、《沙拉器》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上個星期 應該不是上個星期 今天是這個星期最後一天 就是之前的星期 這個鮑威爾就出來放鷹 放鷹其實 現在好像沒什麼效 因為華爾街之前有個格言 為什麼說之前有個格言呢? 現在好像不理這個格言 那個格言就是永遠都不要跟聯儲局作對 但是現在在美國做股票交易的人 很多都好像不理聯儲局說什麼 聯儲局說明今年只有一次減息 最多兩次 他的說法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認為今年一次都沒得減 但是 那些人是不理的 是照樣買進去 哈哈哈哈 他還覺得現在是好機會 買進去的好機會 科技股他們 就是今個星期流入的資金 就有21億美金 這是根據EPFR Global 和美銀編制的數據 告訴大家 是3月以來最高的水平 應該很多流入的資金 都是賺到NVIDIA那裡 就是賺到英偉達、輝達那裡 其實現在 鮑威爾出來說的 大家都很清楚了 利率會維持在較高水平的時間 給他們的預期是要長的 現在 那個點陣圖就告訴大家 聯儲局那些人 就說會減息一次 就是他們那班人 不是一個人 平均來說就是要一次 但實際上我認為這次也不能減息 因為美國的政府支出很厲害 而且有些人就說 你不認識中東那些 不要亂說 是美國亂搞的 其實 問題就是你要理解一件事 中東這次亂 哈馬斯和以色列打起來 這些是美國規劃不到的事情 是美國不能控制的事情 你一定有些事情 一定要分清楚 什麽亂局是美國搞的 什麽亂局不是美國搞的 你不可以全部都放在美國那裡 因為你這樣分析 全部都是美國的 那我就告訴你 現在在中東地區 美國佬 他們現在嚴格來說 還要跟他們的盟友 討論一些交易 討論一些交易的時候 他們的盟友想多些東西 每一個都是 就像沙特一樣 現在有些分析 在大陸的分析 說美國很迫沙特去簽 現在當然是有些事情 你要理解的 他不會順滩的聲音 那些事情 你說美國是脅迫他們 那美國是一個強權 或者是一個霸權 那他當然是 逼人來做某些事情 這是現實 那些中東國家 知道他們不跟美國簽 又不行 到最後 到最後他們都一定要跟美國簽 現實就是 難道他們的中東國家聯合起來 來對抗美國 這是不可能的 其實連伊朗都想跟美國簽 現實就是 我告訴大家 有時候不要以為 中國可以救到這個世界 中國沒有辦法救這個世界 我告訴大家 尤其是在中東 俄烏那些 他們已經打起來了 那些地方 中國的參與度很小 真的不要相信 Facebook YouTube 還有TikTok的視頻 有些視頻 放出來說 有些飛機 在中國的飛機 空投物資給那些加沙人 那些是假的 那些飛機是美國人的 你真的不要亂相信那些視頻 那些視頻 狗說多於一切 我可能會詳細說這些 為什麼說美國會說這些 你如果要看美國的經濟 聯儲局做的事情 你要看這些世界其他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些全部牽涉到美國政府的支出 其實通脹是一個 嚴格來說 是一個貨幣現象 如果當美國政府的支出 它是這麼多 在中東也要付錢 在俄烏也要付錢 它那個通脹 沒有可能會被它壓下來 是低於2%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如果要控制美國的通脹 其實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減少他們政府的支出 但是實際上 今年大選年 拜登去做很多政策 都是花大量政府的錢 搞基建 他們現在搞基建 你不要小看美國 美國現在搞很多基建 好了 搞基建那裡 也是加料的 好了 不要緊 除了搞基建 之外 還有其他 那些什麼 學生貸款 那些 又豁免那些人不用還 豁免那些人不用還 因為基本上是政府淫錢的 這些全部都會令到 地方的通脹是加劇 因為政府的支出是加大 還有 俄烏那裡我剛才也說過 現在他們還要 美國軍方還要跟軍火商 簽很多合約 這些全部都是錢 簽的合約是做炮彈 還有他們又跟日本人簽 現在日本人幫美國人做炮彈 美國人現在基本上 有很多錢是花出去的 他現在還能賺到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拼它崩潰 短時間之內 他現在整件事是能賺到的 沒錯 一般平民是會頂他的通脹 但是 你也要看看 實際上 美國 他們一般平民買的基本的消費 基本的消費 貴了很多 即是能源 貴了很多 其實也是很便宜 食物是貴了一些 但是其實實際上 以世界標準來說 他們買食物的價錢是很便宜 當然 生果那些會貴的 水果那些會貴的 但是其他東西 研究來說 是便宜到不得了 一般人吃的東西 即是牛奶麵包 香腸 以及最便宜的水果就是香蕉 那些是很便宜的東西 基本的東西是便宜到不得了 入油又便宜 基本的東西全部都是便宜的 是什麼貴呢 譬如現在租酒店的貴 美國租酒店貴了很多 租車的貴了很多 那些人出行的東西就貴了很多 但是一般人如果要留在家裡 吐醜的話 其實是很便宜的 這個我講過很多次 所以別想說他們會 撲家不家產 沒有那麼容易 有些人當然覺得 美國撲家不家產很過癮 我就是告訴大家 貼近事實的事情 沒有那麼容易撲家不家產 而且現在有些人有錢 也會繼續放到美股那裡 因為現在看到這麼多市場 是美股那些可以繼續上升 其實就是 就算是聯儲局 他出來說 白威爾出來說 不行 我們要維持高息 多一些時間 今年只是減一鍋 沒用 標普就破了5,400點 還有 穿了向上升穿 不是跌下來破了 是向上升穿了5,400點 去到 去到星期五 他也是跌了2.14 2.14 跌了0.04 那天 那麼 納斯特克指數 17,688.88 升了21.32 道指是不能升 但是他們也是跌了一點 道指也是跌了57.94 跌了0.15 跌是跌得好一點 升 又是升得少 但是購買力還在 那些人還是扔錢進市場 你說會不會有紅市 其實 現在看起來 就 沒那麼快 現在看到還有新錢進去的話 其實就沒那麼快 但是現在有人開始說 現在又要警惕了 不是 豬益和狗馬進去都會贏 因為現在有一些分析家 他就說 是時候要那些科技股 都要take profit 即是那些科技股 都要獲利回套 那些科技股 因為那些科技股 上升了一層很厲害的 尤其是微軟 輝達英偉達那些 即是NVIDIA那些 升太多了 這樣 是要收割一下 要take profit 現在給我們看到 資金流向 還有很多錢 繼續 走進去美股 其實 如果看納斯達克指數 納斯達克100 它在2024年 就升了17% 其實就是 你看這些數字 我是根據這些數字去說 那究竟是不是五窮六絕七翻身 港股那些 其實現在這些 即是說法已經 不太行為了 因為現在一些人 老實說 我們自己的朋友也是 在香港 儲錢全部丟在美股那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做到那個情況出來 它是不是也會升 人們要升才會買下去 現實就是這樣 大家像香港的房子一樣 你們不斷飆升的時候 那些人是繼續買下去的 現在這個 即是說 我樓市之後會升 那些人是不敢買下去 因為大家看不到 後市前景 這些從來也是 之後的信心問題來的 就是一樣事情 究竟現在還能不能吸引入錢 其他人看到它升 便能吸引到錢 那些東西跌就吸引不了錢 那些人是這麼奇怪的 其實是 梁家文就是沙特不跟美國簽美元石油 他們不簽這件事 其實對美國的影響又不是真的那麼大 那些人現在在吹得很大 但現實你看看 美元指數 我只是說現實 你看看美元指數 看看美元指數是怎樣 這個世界有些事情 你要看看現實 有些事情我經常說 我都是接受現實 很多事情都是接受現實 你看看現在的 形勢是怎樣 不是啊 那些全球南方 再加上 金磚五角 其他那些就收美國人皮 你收不到皮 印度 又吃他們的外判 我剛剛說金磚五角 現在世界這個經濟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是靈和遊戲 有些人到現在的思維 還是冷戰思維靈和遊戲 這些事情要摒棄 習主席也說的 習主席說話很對的 他特意在求是製作了一篇文章 這些會很悶的 待會我也會說 為什麼呢 有些事情你看看習主席說什麼 有些人說他沒有用的 說習三沒有用 我心想你到尾 如果你說習三沒有用 你不可能說 超強在香港做得好的 哈哈哈哈 其實呢 習主席說的那些事情 其實整套事情 是有理論基礎的 還有呢 如果 地方的人 如實忠誠地執行 整套事情 不過要考慮全局 中國的經濟很快可以處理到的 問題是改變了 CM James Ho說 美國人自己是剷油國 沙特地位不比以前 其實沙特經常扭計 所以他不簽的話 對美國人是不是很大影響 現在有些人不斷吹 就說很大影響 美元很糟糕 我就告訴你 現在這個水位沽美元 九成到年底都是輸的 我不敢百分百肯定 但是 如果你在現在這些水位 沽美元 做任何 currency pair 你對歐羅也好 對Yen也好 你輸的概率也是很高的 就算Yen也是 Yen現在 其實是對157 11美元對157 其實就是在最低位上升上去 但是 如果你再 說要沽美元再買Yen 我覺得你九成都是輸錢的 為什麼呢 現在日本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 Yen要再跌多一點 他們那些業績才會英俊 我說的是事實 而且他們已經部署了 在Yen比較高的時候 買了很多海外資產 變成 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其他地方 賺回來的錢 變成Yen又變得多了 現在他們 日本製都是在賭國運的 你不要以為 他們的Yen跌 就等於他們撲街 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玩另一個方向 現在 之前被人夾他升值 現在 美國佬是任由他 他不斷貶值 美國佬都 基本上是OK了他們貶值 因為現在 最大的威脅不是日本 我也說過 現實就是這樣 好了 算了 也要多謝Rita Ho你的支持 非常多謝你 那 Wincent 馬洛拉就說 超強做得好 保安那一段 真的沒得頂 不是的 保安的治安都很差 保安 保安其實要搞調治安 其實治安的事情越來越不好 其實 Wincent 馬洛拉就說 其他飯食不如煮便宜 如果習主席沒有用 那超強應該拿去鐵台 其實他們 有一群反習的人 在香港一向都有 搞錯 國內的經濟都搞不定 其實國內的經濟 出問題 有些其實是香港搞到內地的 就是說 香港這麼小 但怎麼會搞到內地呢 其實信心的事情 其實 我也說過現實 信心的事情 是一塊一塊拆走的 其實香港搞了很多事情 令到內地有錢的人 都沒有信心 有些人說 有啊沒有啊 內地有錢的人 多有信心 現實就是 你接觸的人群是什麼人群 我一定要說清楚 你接觸的是什麼人群 如果你接觸的 那些金員 想著會把錢放在香港 投資的人 他們對香港是沒有信心的 他們說 不是啊還有啊 你看保單那些 還是很厲害啊 現在呢 那些小單就多了 那些大單要煮幾年才願意簽的 那些大單 那些人呢 你談了幾年也好 他們都不願意跟你簽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就是那個 我從來都是說的 這個就是現實問題 這個就是現實問題 你搞了太多事情 是令到別人沒有信心了 這個現實就是 也感謝Line King 88的支持 Line King 88 公祝大家 父親節快樂 好了 先休息一會 這件事情講到這裡 先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一下 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 就算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